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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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面对这样的颇天富贵 南昌某商业运营公司的负责人周先生 却发了愁 他苦求顾客不要再买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周先生在拼多多卖的是牙膏 扫把等小商品 牙膏六块钱一个 扫把也不超过十块 几天之内销售额竟然能达到五百万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老天也赏饭吗 周先生一开始心里乐开了花 终于接到了这颇天的富贵啊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他随后就不得不私信顾客 苦求买家不要再买了 我们也试图去找对方去沟通 是什么原因 有钱证为什么不要 原来周先生发现 顾客下单五分钟后就点退款 五百万的订单无一例外 过了大概五分钟之后退款 重复操作的嘛 下单后迅速退款 这是什么神秘买家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拿五百万来玩游戏 同时周先生发现 买家的收获地址和手机号 都是一言假 电话我没查不到的 都是虚假的 周先生只好通过平台联系买家 询问他们买完就退的原因 然后对方的态度是很恶劣的嘛 就明说的嘛 那等于说叫我们拿货 到哪里拿 不许我们到别的地方拿 如果到我们别的地方拿 在平台上卖 他们肯定要找我们刷单 要找我们事情的 找事情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原来下大订单的买家 竟然是同行 不过我们只听过商家 花钱找人刷单刷好评 以此提高店铺的排名 同行反向给竞争对手刷单 这是什么操作呢 老板透露 他们在拼多多平台开店 要缴纳三万左右的保证金 向这些顾客大量购买后退货 很可能会被平台判定为刷单 从而扣除相应的保证金 严重地甚至要关店 平台会判罚我们店铺 可以说是虚假信息吧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 可是反向刷单这么损的事 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 对方看来对于网购平台的规则 了解得清清楚楚 果不其然 平台判定周先生违规经营 在同行的挤兑下 周先生的店开不下去了 周先生说 他们用心经营这家店铺 好不容易做到行业前列 这一下又回到了解放前 他咽不下这口气 但是买卖自由 他又能怎么办呢 谁能想到生意好了 店铺却倒了 周先生不服气 在店铺被罚关店之后 他向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 报了警 这类案件 警方也是第一次碰到 民警向周先生详细了解了 案件经过 原来每次顾客退货 就会产生一笔费用 叫做技术服务费 这笔费用由拼多多平台收取 大约是成交金额的千分之六 刷单刷了五百多万 它就造成了三万多块钱的损失 没有任何的成交 那么我卖家商家 还要去贴这笔费用 那别人肯定是个划算的 通过侦查 警方发现 这些买家是通过 13个拼多多账号 对南昌这家公司的店铺 进行了攻击 背后实际操作的有七人 其实这伙人就是一个公司的 大家都是员工 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由老板下指令 员工负责执行 随后警方在山东湖北等地 将这些搞事情的买家 一一抓获 警方到达山东 犯罪嫌疑人刘某家中时 他刚散步六弯回来 主打一个轻松惬意 听到警方来自江西 刘某很是惊讶 刘某说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 经过审讯 刘某也坦诚了作案动机 刘某等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他们想要抢占 多多果园的资源位 就是拼多多 那个每天种树 免费拿水果的游戏 对拥有资源位的商家 去进行攻击 因为会造成这个技术服务费 就通过这种手段 去恐吓对方 下架自己的产品 然后他们再去竞争资源位 在周先生的店被迫关店后 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 顺利地得到了资源位 那刘某等人的行为 涉嫌什么罪名呢 在电视剧《狂飙》中 高启强通过不择手段的 打压同行 以此赢得在金海市 一家独大的行业地位 其实刘某等人的行为 又何尝不是如此 只是从线下变成了线上 从明目张胆变成了偷偷摸摸 根据我国刑法第276条规定 刘某等人的行为 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依据情节 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像他们这种 是属于这种恶意的竞争 去打压同行的竞争对手 影响别人的正常经营 所以说这种是构成犯罪 目前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这七名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他们苦心钻营商业平台规则 希望通过反向刷单 来将对手刷掉 最终将自己刷进了鲫鱼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仍与财富有关 只是不成想 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来来来来 别急 现在搞清楚状况好了 现在搞清楚状况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不能说 你这个可能是什么 电信扎平洗脑能有多恐怖 它可以让大叔暴跳如雷 也可以让大姐手口如瓶 丑宝们 你们一定知道电信诈骗 但是骗到这份上的 您见过吗 这段时间 我在上楼市信州区公安分局 跟排反诈民警 要不是亲眼看见 快也不相信 骗子的洗脑能有这么牛 好 您好 这是什么情况 像我这是刚刚有客户 他转账 是否他说 只能投资你财了 然后今天转账 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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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他只能投资你财了 投资你财是吧 我正常在转账 我这边是找 给臭宝们补充一下 这个大叔转账金额 大到什么程度了呢 大到手机银行 已经全线到顶 一定要来贵台转账的程度 投资理财还能这么玩 难怪人家银行都起了疑心了 你投资理财怎么可能会把钱打给别人吃呢 我自信不这么结束啊 人家有平台 有过去全部在水里 我给你讲 我刚才不是讲 我得过来定下 这好子你不要讲 你不要打我时间 说 这对姐 我这个投资理财 你已经打算我了 所以我挣不到了 哎 哎 哎 等一下 我不行 看来 大叔啊 你说警察等你财路 他能有啥好处不 先这没事就要和你过不去啊 要是随便投个字就能发家致富 那谁还会老老实实的上班 这个道理你们都懂 但是到了大叔家 您猜他怎么说 你投资理财怎么可能会把钱打给别人吃呢 你不要讲啊 你不要打我时间 那叫姐 我这个投资理财 你已经打算我了 所以我挣不到了 书结尚回啊 臭宝们 大叔遭遇投资理财诈骗 您请好说歹说就是不信 现在大叔潇洒回家了 我们只能跟在后面上门再劝 哎 其实快点一下 哎 师傅你好 哎 我讲 我刚刚的电话给你说过来 你请慢是不是 那我们只能上门再来是吧 你上来干嘛呢 我解冻了 我们拿把投资都资不资 你要知道 普通老百姓如果在家里点点手机 就能赚大钱 还要我们大家干什么 是不是 你这样干好吧 我信心吧 这样子 我没讲我不投 我不投 大叔说他不投 你们信吧 没错 名音警也不信 只好继续劝 这时候大嫂登场了 还是人家大嫂清醒啊 上来就对大叔一顿臭骂 把名音警都看懵了 别急 现在搞清楚状况好了 现在搞清楚状况 我讲不动了 我给你讲 紧紧紧那种 那好好好 我姐太好了 好吗 好吗 我今天不讲啊 我今天不讲戏 我不讲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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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你干啥 都不讲不讲 你干啥 三字 好 被骗了 我都不是去找你们好吗 我练了好吗 看大叔这豪言壮语 被骗了他人了 就问你 这骗子的洗脑牛不牛 大叔明显是一个字 也没听进去 你们猜 最后大叔还投了钱吗 我说吧 不出意外 大叔这钱出意外了 好在咱帽子叔叔 当时做了保护性支付 大叔后面转的钱 没被继续转走 甚至还追回了一部分 大叔也够意气 松眉面请 截给民警小哥哥 相信这教训也够深的了 臭宝们肯定要问了 那之前那个 守口如瓶的大姐 是不是给忘了呀 我知道您很急 但是您先别急 我们下回接着说 来了臭宝们 我们继续啊 大姐这是啥情况呢 前几天啊 她接了个疑似电信诈骗的 境外电话 被反诈中心发现了 所以派出所民警上门预警 结果您猜怎么着 大姐闹了好半天 就是不开门 想都不用想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民警这里还在 证明大姐转了账 那边骗子的电话 又打了过来 大姐瞬间变连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这下彻底劝不成了 大姐干脆摆烂 说啥也不听 又闹了半天 只好反诈中心来劝 反诈民情也纳闷 转账记录清清楚楚 到现在已经第三笔了 共工50万 可大姐怎么就一口咬定 自己没转呢 这骗子的洗脑也太离谱了吧 看了60万的流水 大姐也是有点慌了 总算可拿手机给民警看 丑宝们 你们知道 骗子洗脑有多恐怖吗 60万的流水摆在面前 大姐还是醒不来呀 别说你不理解 我更不理解 虽然大姐有些年纪了 头脑可还清醒着呢 说话不带一点含糊的 到底怎么就被洗脑了呢 为了照顾大姐情绪 我和大姐家属都退了出去 给她一片保密的天空 眼看着没人了 大姐终于是开了金口 大姐说的有点长啊 我给你们翻译一下 其实大姐就是碰到了 冒充上海公安的骗子 拿大姐的身份信息 说她涉嫌洗钱 不配合就逮捕她 很老套对不对 但大姐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所以中毒不前啊 后面的事你们也能猜到 骗子忽悠大姐 下了一个手机远程APP 改了大姐手机银行密码 在民警指付前 转走了60万 您说气不气吧 不过最重要的是劝了一天 好在总算把大姐给劝醒了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贵以砖 砖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欺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长四百年 我们常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不过民警提醒我们 许多反常的陷阱 无外乎就是 针对我们内心的 贪欲与恐惧心理 就反电诈来说 其实不外乎就是 转账 验证码 屏幕共享 这几个关键词 只要我们平常 多留心身边的 反诈宣传 记住几个关键的套路 就能够以不变 影万变 在手机上收看 晚间800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您可以用微信搜索 江西二套 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扫码下载 或者在应用市场 搜索金视频 客户端下载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 更多精彩资讯 请关注都市现场抖音号 同时也欢迎大家向我们投稿 已经采用 可获得30到3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关注方式 抖音搜索都市现场 或者打开抖音APP 扫描屏幕二维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抖音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抖音量